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朋友们的陪伴下跳起了广场舞 对于这场接地气的做法张云朔直言 希望用这个方式和爱人家长变得更加亲近 让家长看到诚意 也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得到祝福 金嫖俊因参加2010年快乐男生比赛而被大众所知 后有因为在网上发布的一组照片神似周迅 而被称为男版周迅 其男友张云朔也是网络红人 两人已经相恋三年并决定终身死守 就在昨天下午6点多 金嫖俊还在微博上秀出自己与男友的合照 并感慨留言感恩生活感谢有你 看来虽然这段感情并没有受到自己家人的祝福 但却依然走得十分坚定 而网友们有人送上祝福 直言爱情无关性别 愿你们会相邪一生 也有人送上安慰 更有人调侃称 现在的男生太坏了 比女生高 比女生白 比女生漂亮 还跟女生抢男朋友 娱乐圈中传出同性恋情的艺人不是一个两个 但是敢公开承认的却不多 就更别提举行同性婚礼了 不过就在昨天 曾参加2010年快乐男生比赛 人称男版周旬的金嫖俊就豁出去 在北京与男友张云朔举办浪漫的草坪婚礼 出席婚礼的好友并不多 但并不影响两人勇敢爱的决心 婚礼的背景板上都写着大大的宣言 我们不是妖怪 我们只是爱上同性的他 婚礼上两人当众蛇吻 十分勇敢 张云朔还动情回忆了两人相爱过程中 遭受的重重阻力 好在自己的母亲和姐姐 最终对他们结婚的决定表示支持 但一身在国外 无法亲自到婚礼现场祝福 而金嫖俊的父母 则一直没有接受这段恋情 为了讨好岳母 张云朔还别出心裁地选择了金妈妈喜欢的九月奇迹神曲 踩踩踩踩 在朋友们的陪伴下跳起了广场舞 对于这场接地气的做法 张云朔直言 希望用这个方式和爱人家长变得更加亲近 让家长看到诚意 也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得到祝福 金嫖俊因参加2010年快乐男生比赛而被大众所知 后有因为在网上发布的一组照片神似周迅 而被称为男版周迅 其男友张云朔也是网络红人 两人已经相恋三年并决定终身死守 就在昨天下午6点多 金嫖俊还在微博上秀出自己与男友的合照 并感慨留言感恩生活感谢有你 看来虽然这段感情并没有受到自己家人的祝福 但却依然走得十分坚定 而网友们有人送上祝福 直言爱情无关性别 愿你们会相邪一生 也有人送上安慰 更有人调侃称 现在的男生太坏了 比女生高 比女生白 比女生漂亮 还跟女生抢男朋友